厦门道普耕渡生态村 春日的早晨六点 在麻雀们准时的闹钟响起时 新的一天开始了 阳光明媚 白云万里 这是我们自然农法生态村的全景 以书院为中心 周边围绕着大概五十亩农田 这是我们生态村的入口 道普耕渡生态村 里面也有书院 成都 每天我们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读书 工作和学习 天地父母会宽恕 原谅我们 让我们重新来过 道武朵 这是高新陵办公室 吃过早饭后 留守生态村的志愿者家人们 开始跟着学习进度 学习高新陵系列课程 每天充电一小时是我们的必修课 这一天都会充满能量 这是我们书院范围内的小菜园 是采用无农药 无化肥的自然农法方式种植的 去年底 书院的家人们种了许多不同品种的蔬菜 有小番茄 包菜 菠菜 莴笋等等 这个冬天收获满满 春更时分 开始种菜咯 农更老前辈 道普更独生态村发起人之一 俊生大哥夫妇到书院来教导我们种菜 我也下地啦 虽然只有短暂的20分钟 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哦 不过树叶有专攻 会不会种地 一下地就见分晓啦 我想我还是专心做电脑活好了 野菜与草 傻傻分不清楚 今日份农活结束 大家各思其职 各安其味 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在蓝天白云下工作 体会什么是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 心情舒畅 灵感全勇 能量满满 中午 大厨干姐为我们烹饪了丰盛的午餐 全是自然农法种植的蔬菜 自给自足的生活 很幸福哦 我们是来自天南地北的一家人 感恩天地父母的养育 感恩师长心情教养 感恩大家酸心情苦 感恩同步心情耕种 感恩食物养我生命 感恩所有付出的人事物 中午大家都休息了 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书院吧 学习优质传统文化 提升心灵品质的地方 这是书院的大教室 可以容纳120人 一楼学院住宿区 可以容纳50人一起来学习 这是我们生态村的执行村长 阿能 和未来的村长夫人 美丽的宝岛姑娘 姿婷 身为90后村长 阿能年轻有为 下得了田地 上得了课堂 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设计师哦 在他和俊生大哥的 积极规划与带领下 我相信道普耕毒生态村 将在不久的将来 为人熟知 迈向国际化 春天来了 小燕子们回来筑巢 繁衍下一代 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吗 他们的脖子上都围着小红乙巾 很可爱呢 邻居家的狗狗 和我们的感情很好哦 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意无限 用一架子晾咸菜 我是第一次见 在生态村里生活 体会到老子说的 以尊一天堂 万物各安其味 岁月静好 和谐共处 傍晚时分 日落而息 晴朗的天气 晚上都能看到明亮的星星 北斗七星在哪里 我来自哪颗星星呢 高心灵飞燕团队 在郭永静老师的指导下 向全社会倡导 反不归真 一村一天堂的 生态村优质生活方式 让我们一起来 祝愿大道广传 风调以顺 国态民安 世界和平 好 就像现在 在处在半峰城 半峰路的情况 你看他们住在那边 一样 都感觉很幸福 不是像在城市里面 好郁闷 或是担心 食物有没有稳定供应 你看这就是 生态村 它的强项 所以希望大家 重新来认识 重新来重视 生态村的重要 我们还有好几个 生态村 后边有姻缘 会陆续 向大家介绍 分享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OK 我好几个 我好几个